最近娱乐圈的乱象也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不少流量艺人都陷入负面舆论中 据多位艺人他房后 跑男成员黄旭熙也被爆出负面新闻 甚至有人说他的罪行比吴谦是更严重 那么他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呢 99年初上的黄旭熙曾以NCT男团成员在韩国出道 他享受西北最好的资源 回国发展后更是介入了跑男家族 一路发展成为了内地娱乐圈的顶流艺人 然而所谓的一手好牌被打了稀巴烂 在他身上也是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一位韩国女粉爆料 黄旭熙曾经和他谈过恋爱 但男友的冷暴力和虚荣心让他患上了抑郁症 这还没完呢 中国也有女粉站了出来 只不过他们晒出了更强有力的证据 除了跟黄的聊天记录之外 还附上了一个黄旭熙的床杖 可以说是啊 直接来了一个雷神之怒的石锤 更有不少女粉是皆干而起 承袭连女生的生理期都不放了 这未免太可恶了吧 就当舆论发酵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黄旭熙却突然认怂了 他在微博上发布了手写的道歉信 这也就意味着 他对女粉丝们的控诉是默认了 那有不少的网友也表示了 说其实像这些明星和粉丝谈恋爱的事情 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爱 如果不是女粉也有那样的心思 那黄旭熙又怎么能会得逞呢 但是有网友更多的就觉得 尽管谈恋爱问题不大 但是脚踏好几只船就不应该了 他的这些行为虽然和无前党人士相比 尽管没有涉及到法律层面 但从道德层面来说就可以说是更加恶劣 而且他作为偶像就更应该有高的道德要求 给粉丝树立榜样 而如今的黄旭熙已经背离了这一切来 确实该得到英语的教训 早在一些适得艺人的事件中 官方给出的明确回应 就是不再提供展示的舞台 甚至已经参与的影视作品和综艺都被纷纷下架 而对于黄旭熙来说 虽然影响力有限 但是还是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 所以此事确实是带坏了社会风气 严重影响到了青少年粉丝的价值观 不管黄旭熙此次的道歉 成心与否不可知否的事 会对他的视野带来很大的波折 那么各位观众对于黄旭熙这些负面新闻 又有怎样的干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